哈囉大家好,我是喬宇 煉金工坊相信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不少玩家們都被萊莎的蜜大腿圈粉 先前推出的萊莎的煉金工坊 3 算是萊莎故事的小終點 那現在萊莎學妹要來和大家見面啦 官方正式公開了煉金工坊系列的全新正傳喔 不過這次將在手機平台上推出 一起來看看這次最新的遊戲畫面吧 煉金工坊系列是光榮特固魔旗下招牌作品 雷斯勒里安娜的煉金工坊 被遺忘的煉金術與極夜的解放者 本作是冠上系列正任的全新篇章 找來了Takahiro擔任故事員案 煉金工坊之父吉池真英擔任堅修 知名繪師Umiu Gesso與Toki 共同擔任角色設計 製作團隊相當豪華 可見官方對本作有極高的期待 可以看到全新可愛女主角萊斯娜 以及好友伊札娜 師傅札斯奇亞 羅曼等等角色 故事描述萊斯娜為了再次向世界宣傳 被遺忘的煉金術而展開冒險 本作將以手游形式推出 官方表示這將是系列手游最好的模組 從目前釋出的畫面和介面質感真的毫不遜色 手游版本預計今年內推出 之後也會推出Steam版本 喜歡煉金工坊系列的粉絲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囉